RG35XX是周哥去年出了掌机里 比较差劲的一款速版机 自然的系统使用体验很不好 不过周哥家的机器 大部分都会有第三方系统 一般都会比官方系统好用些 正好RG35XX也出了一个第三方系统 名叫大蒜OS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 有了大蒜系统的RG35XX 是否具有把玩的价值 这个大蒜系统和有迷你的洋葱系统 是同一个作者 界面逻辑看起来差不多 目前还没有中文版游戏名不支持中文 我感觉完成度已经很高了 中文系统应该快了吧 主界面有四个图标 一是最近游戏收藏 模拟性 全能模拟性 这个界面按开始键可以设置时间 首先说下存档 这个洋葱系统好像是魔改的官方系统 我测试下来 几乎所有模拟性都可以游戏内存档 并且关机存档也不会掉 唯独洛克人Z264存档失败 和官方系统一模一样 基站低核心也会卡片头 这是因为GPS模拟性默认核心是最垃圾的GPSP核心 全能模拟性里面有更好的MGPS核心 不过这个MGPS核心运起来效果特别扎 洛克人卡顿没法玩 基站勉强能玩 但是音质特别烂 也不知道咋搞的 等候续优化吧 有了大串系统的RG35XX 终于打到了官方给出的续航时间 官方系统续航只有两个小时不到 主次难崩 按菜单加X键 打开全的模拟性菜单 右上角可以查看机器的具体电量 这个可比系统前面那个电量准确多了 这里我建议大家暂时别给这机器改大电池 电量显示会不准确 现在这续航我感觉差不多够用了 然后就是这系统最有特点的地方 先进入游戏 按一下电源键会直接黑屏 短暗没有任何反应 长按后底部的灯会亮 紧接着是开机画面 然后就是游戏画面 所以这到底是吸屏还是关机重启啊 按菜单键推出游戏 会进入到最近游戏界面 按A可以返回游戏 这里游戏并没有关闭 需要按X键手动移除 给我的感觉像是手机后台那种 把游戏移除再进游戏还是之前那个地方 按电源关机再进游戏 依旧是之前那个位置 所以这究竟是自动存档 还是根本就没有关机 游戏一直在后台啊 搞得我有点懵 不过通过续航时间 再加上那个开机动画 我个人判断 这个系统启动速度很快 应该没有吸屏 都是关机状态 因为用到是全的魔力系 在游戏里按住插业单键 单按R1可以进行加速 R2是极致存档 L2是独档 L1是慢动作 金手指功能当然也有 不过系统不支持中文 我就不折腾了 最后就是屏幕 色彩看起来挺正常的 样度也够高 就是不够艳力 画面移动时的仔细看 会有很不明显的触纹 说明它和其他 3.5寸480P屏幕的掌机 用的是同一款屏幕 系统Modern设置好了 这个什么4X滤镜 这个滤镜可以让 大部分游戏都能有 一个不错的清晰度 比之前GPS能点对点 显示真的好太多了 总的来说 这个大蒜系统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毕竟也没得选啊 官方系统那成那个样子 有了它以后 RG3533还算不错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 性价比不如RG353V 价格没差多少 性能倒差的有点多 RG3533还要继续等系统完善 也许几个月 也许一年 RG353VS的系统 已经非常赛数了 直接上手机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啊 我是青鲁肉 一个掌机好者 关注我带了解更多掌机